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盘式来 这个盘式量人的部分有稍微的补量 就是因为早上这个地方出现水的下沙取量 下跌的接近200点 那尾盘的部分开始做出一个这个拉抬的一个动作 代表有人在这个地方尾盘去做出个承接 那大盘目前为止的话 它还是属于一个区间整理 它就是属于个股上面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我们最近操作的股票 不管是哑光也好 这个蜜望时也好 完全的符合这个投资人的一个需求 股票要涨得快 股票的话涨的幅度要够 那到底涨完了没有 我认为是还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8043 这个蜜望时 这个有没有涨完 这个要讲证据了 对不对 因为你在看电视嘛 我们未来都会跟大家验证嘛 这个股票业绩上面是大成长 亏转盈啊 第三季第四季是旺季效益啊 被动元件消化过程结束啦 那你看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量嘛 这叫潜伏底嘛 这股票刚刚才就 才从这边25块你知道吗 25块开始翻倍 到多少50块嘛 25 50 刚才起一倍嘛 如果说你长期看老师的节目的话 你应该知道啦 这个地方标股 真的可以称为标股的话 应该都会涨三倍左右啦 这边才涨一倍 是不是 那未来怎么做 我认为拉回你要注意啦 拉回你要注意 你不要去追啦 好不好 这是我目前为止 对不对 操作的一个标股 3019的哑光 来看这边 好我们把这个图放远一点 来 你这个地方去看的话都没有量 我说这个没有量就是潜伏底嘛 真正起功点在这个地方 70块开始起 70块开始起 起到这样 才翻一倍而已啦 翻一倍 翻一倍的同时这边又拉回嘛 所以筹码洗得非常干净啦 然后这边都是属于补量上工啦 那这个股票也是起一倍啦 涨一倍很简单啦 涨两倍就更困难啦 涨三倍的话我跟你讲 你就发家自负 所以说股票操作 不是说看得到跌跌跌 你看太跌不好啦 看太跌你真的贪不钱啦 我这样子讲你懂意思吗 懂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包装杂志把最近投资人的一个想法都写出来了 什么三压造顶啦 哪来的压啊 在走区间啦 不是在走压啦 台股有凹洞量 凹洞量 这个名词也出来了 反正没有量就叫凹洞嘛 对不对 有量的话叫补量嘛 所以说这下部做的人 我们才会安华下 凹洞量是说 这个大盘修正到底部的时候啊 这个没有量能 窒息量出来 代表说这个大盘要反转了 那现在在走区间 你说这个凹洞量对吗 听起来好像是对啊 其实啊 持不达意啊 FED啊 九月份要降息 你只要注意降一码 未来还会再降 降两码会有大力多 会有大力多 包尔这只鸽子 他不是老鹰哦 我先讲他是鸽子哦 一码两码 一码小鸽 二码大哥 是不是 我认为大概是降两码哦 两码就是一个大力多 那产业的一个消息没有改变嘛 还是要看到AI AI现在怎么样 让这个林百里 郭台铭啊 这两个家伙 开始财富啊 开始往上走 所以说AI 这个很重要 那台积电嘛 在日本熊本厂 现在有一场二场了 日本觉得说他不够 还要来个三场 这个三场很有机会哦 我先讲哦 日本啊 对于这个经济上面啊 他非常有那个企图心啊 所以我认为这个台积电啊 未来啊 在日本熊本的一个部分的话 开三场的话 我觉得是早晚的事啦 那开在台湾的话 台湾的电力也要够啊 电力不够的话 你开开在那边干嘛 日本那有何能啊 对不对 所以说对不对 你要注意哦 如果台湾电能不足的话 这个半导体的厂商 都会开在别的国家啦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进货啊 要稍微想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最近的一个操作的话 我们现在都开始布局一些新的股票 这档股票来注意一下 有没有买点 有买点 有买点 你们不敢买 严老师买 好不好 我来买 你不敢买 我来买 你真的不敢买的 严老师买哦 我先讲哦 我买他的理由其实很简单 这个股票对不对 他是长线的黑马股 长线的 他不是做短线的哦 他不是做短线的 所以这种股票你再拉回啊 你要去注意啊 业绩大成长 拉回位阶够低 你要站在买方 你要站在买方 这个股票我就稍微保密一下 要保密 那今天有没有什么股票可以介绍的 来跟大家比较一下 来这个地方的话 开盘的话还是开在平板以下啦 不是说因为今天涨停板我拿出来讲哦 12点半就拉涨停哦 这档股票 来这支啦 跟这支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一档股票是怎么样 走长线的 对不对 叫做波段嘛 那这个股票在今天的线形里面叫突破 突破 但是这个还是有故事的哦 突破之后的话也是走长线 也是走长线 你要去注意第三季到第四季 它可以涨半年 我现在跟你讲你绝对不会相信啦 未来很多人就跟你讲了哦 这个股票我跟你讲跟你讲跟你讲 对不对就开始这样编故事了 我跟你讲这个股票突破之后 有拉回你还是要站在买方 因为这个股票看长不看短 第三季结束到第四季都是旺季 都是旺季 这个也是一样 产业翻转 我给你写在这边好了好不好 产业 你们不是很喜欢听这个基本面吗 这个产业我跟你讲不得了 今年的话会很旺 旺的股票在第一档区你赶快买 这个股票第三季到第四季你要注意 那今天的话你看这个节目 应该很有收获啦 对不对 我在节目里面讲的股票 哪一档它没有涨啊 有没有跟你讲底喷 星华底喷第一支 我说你做点低你就先买掉嘛 有啦 这天有跟你讲 你要不要买回来 你要不要买回来 你真的怕你卖掉也没关系啦 是不是 但是你记得要买回来 这是礼拜四跟你讲的 买回来 这是今天跟你讲的 这边震荡一下就有人跑掉了 你看跑掉了啦 不用怕啦 这是一样亮灯涨停板啦 你有看过这个股票这么标了没有 对没有吧 这个股票才标啊 标啊多买一点啊 不要买太少啊 我昨天跟你讲什么啦 这边有两次的拉回嘛 箭头还是往上啊 来 给你画一下啦好不好 箭头没有改变喔 未来你慢慢看好不好 慢慢看喔 我今天讲一档股票很好笑 我今天早上在看盘的时候 真的快要笑掉大牙了 这支啦 对 四天四根涨停板 今天没有涨停喔 差一点涨停板 对不对 差一档啦 你没有卖在涨停板的 我跟你讲 你去追的你就 对不对 就倒霉了啦 这个股票我跟你讲 你追太高 你现在杀下来的你怎么办 所以投资人啊 我常常在节目里跟大家讲 股票不要去追啊 你要买在底部嘛 所以说我在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讲 你真的要 要这个标股 对不对 你就直接打电话进来 拿都没关系啊 你不是看着节目 认为说这个股票怎么样 会涨 会标 对不对 我就跟单 我会在节目里面 三声五力的告诉大家 你不要去做跟单的一个动作 好不好 来 很强嘛 要买在底部才有用啊 更强 今天就有人跳进去了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你知道你知道吗 是不是 盛阳半导地我讲很久了 我还是跟你讲他会涨 你相不相信 8月16号跟你讲的 我说他还是会涨 那今天呢 今天亮灯涨停板 我还是跟你讲他未来还会涨 还没有涨完 但是你敢买吗 你不敢买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你根本就没有买 你拉回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敢动作 你每天用看着看着看着 他壮心高了 涨很多了 你敢买吗 你就只能在旁边看 很可怜 投资人真的是很可怜 没办法判断 还会被涨 我们拭目以待 这叫产业大翻转 深阳半导体 叫产业大翻转的股票 10基了 还会去买 你就慢慢看 你们就很喜欢看 是不是 我在节目中常常跟大家讲 操作的部分 就只能归类在这 在这边三个字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该出手就要出手 该调节就要调节 没有行情 不对行情 你就要稍微等一下 讲起来真的是非常简单 人生的大道理的话 只有一套 没有很多套 我们常常讲 社会很复杂 社会不会复杂 复杂是人心 你在看电视的同时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为什么这个股票会涨 为什么这个股票会回答 那个股票 对不对 它为什么洗完盘就上去了 完全不了解 严老师在那边解释 再多也没有用 我还是用这三个字送给你 另外我再跟你讲 跟上跟上这个专家 真正这个操盘上面有功夫的 不是那种普通工的 你知道吗 紧缩 昨天亮灯掌听到很多人拿出来讲 是不是 讲了以后就代表你们有做吗 你放心 如果说明天打跌停的话 他就不会讲了 所以说分析师的这个行业 有时候对让人家看不起 涨的时候就有表演 表演 跌的时候就没有 还有一个笨蛋是不是 今天早上开盘 叫会员去买 他要敢流行 敢流行 别人都有 别人都在讲警措 他没有 警措我已经操作到第三次了 第三次了 第一次贏钱 第二次也是贏钱 第三次我就不要跟你说了 你们都喜欢那边蹭我 你就慢慢蹭 这个7月16号就送给你了 最好赚的在这边 在这边你知道吗 7月份公布 营收跟去年同期相比 是不是大成长大成长 下半年成长性更大 这个昨天对不对 起庭大家就出来讲了 如果掉下来就不会讲了 颜老师不会干这种事 涨跟跌我都会讲 而且我还拿证据给你一看 7月12号的简讯 周五愉快 第一次的操作 来赚多少钱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有没有 7月17号 来继续看老师怎么做 8月7号第二次操作了 第二次操作了 你们老师现在才在讲 没有屁用 我第二次操作已经结束了 昨天两天掌停板 所有会员都有 后面就保密 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 这个紧缩在涨 这个星星他会不会涨 会啊 做同样的嘛 有的先发动 有的比较晚发动嘛 对不对 早涨晚涨都是涨 你结构 节奏要给他掌握好就对了 知道吗 会不会强到8月9月10月 一直强到12月 你慢慢看 最好谈的在这 7月23号送给你 最好谈的在这 你先转一趟 先转一趟 这个很重要 两级会员 昨天外资买超4100张 接下来更重要的股票出现了 来 8043的秘望石 8043的秘望石 严老师所有会员手中的秘望石 应该有赚哦 你不要说老师话不谈哦 这哦 创新高的股票 每个人都大赚 业绩大成长 消化库存 对不对 好来看这边 从这天开始每个人又都有了 这很莫名其妙 你们有没有拿证据 严老师8月15号的操作 我没有卖 8月21号操作 我也跟你讲我没有卖 我未来不会卖 好不好 要我捉择一下 没有必要吧 我没买啦 所有会员可以帮严老师作证 这个很操作的部分其实很简单 你掌握到起掌点 这张股票就很好笑 雅光 雅光业绩大成长 具有竞争力 这天跟你讲的时候 大家又开始讲 我这个地方我先转一趟 8月20号 好 昨天打跌停 哇 对不对 打跌停 这个地方要站在买方 操作也搞不清楚状况 我觉得很可怜的 是不是 好 那下个礼拜涨什么股票 这个才是重点 下个礼拜涨的股票 在严老师手中 我的测票要告诉你 你今天只要电话拨通 但是我先讲 一分钟之内你打电话拨通了 你就把我们这档股票带回家 如果说你再一分钟之内 你打不进来 那很抱歉 我们不会给你 因为你打太慢 老师很有诚意 你没有诚意 你打那么慢干什么 我们助理都在线上等你 打快一点 打猛一点 一分钟以来 你靠后头 我这分足疗 双手奉上 让你下个礼拜来验证 老师的股票到底抢不抢 好不好 来 先看密忘石 来 恭喜会员 来 景硕 密忘石所有会员都有 景硕也是一样 未来拭目以待 盛阳半导体今天再创破断新高 有没有 新华今天还在涨停板 这个三天三根涨停板 下一支股票谁接棒 这支 这支 三冠王送给你 现在电话开始播 开始计时 60秒 一分钟以来卡定的力量 直接带回家 这档股票让你翻倍 翻倍 再翻倍 直接 直接买就可以了 机会就只有一次 你就好好把握 今天老师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最大诚意 买一加六 不要错过了 这份支调三贯王 电话拨通带回家 很重要 拿到以后 先祝你大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 文明投库 严分一失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命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就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 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再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缓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警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这个行情啊 可能你会认为说 老师这个很难做 其实我认为只要找到一档标股 就解决了 这个国票不需要多啊 10支没了嘛 1支就好了 1支有什么都起床的 1支有什么都说 怎么起一杯起两杯 你直接中压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讲那么多干什么嘛 我们直接直求对决啦 我相信收看老师节目的投资人 你绝对不是说看一天 也不是说看两天 你最少 最少都看三个月 半年 甚至还有人看了一年了 对不对 老师啊 你节目我常常看 常常看就好了 有益身心健康 这个很重要啊 知道不懂 不要去看那个什么 胸口碎大石的 什么女的长得漂亮 男的长得很英俊 你那个就要小心了 懂不懂 人哦 还是要长得 破破通通的较好 知道吗 像老师对不对 就长得不是 不是说很厉害啊 但是我绝对不会骗人啦 我这样讲你懂一次吧 来 股票要买在这个地方啊 发动点啊 什么股票在发动点 我告诉你嘛 不是发动点的股票 它不会喷出去啦 你后面也看不到嘛 这个地方是谁发动的 大户中十户嘛 对不对 这达能就是这样子嘛 发动点在这边嘛 不然它怎么会涨 最近很多股票都没有涨 它在涨嘛 对不对 之前跟你讲精彩 起到这样啊 起到这样啊 同样起啦 知道吗 业绩大成长的股票 有未来性的股票 你叫它不要涨哦 是不是 你叫它不要涨哦 精彩科也是这样啊 同样的啦 涨完一倍再一倍嘛 不是这样子吗 还在跟我讲机器人 这一只机器人比较大质啦 叫罗森啦 知道吗 知道吗 你们那个机器人哦 都是小咖喱咪啦 你知道吗 这一只最强啦 要买就买最强的 不是吗 老师现在有没有底部的 当然有啊 下个礼拜一 买的股票就是底部的 不只是底部的 而且是属于一个 对不对 主流的爆喷啦 它是不是标股 你能不能翻身 我让你来验证啊 这张字卡很重要啊 得标股得天下 下个礼拜的股票就是标股 会不会比深阳半导体 深阳半更强啊 你拭目以待啊 深阳半已经很强了哦 我认为现在还没有涨完哦 那未来会不会比它更强 还是要三天三支掌停板的 还是要持续创新高 今天亮灯掌停板的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对不对 严老师最近的操作啊 密忘石没有让你失望啊 有没有比密忘石更强的 绝对有 我今天啊 诚意满满 记得电话要拨快一点 你拨太慢 你真的拿不到 我们这个有名额的限制 前面一百位 打电话进来的一分钟之内 直接把我们这份资料 直接直接带回去 下个礼拜会不会喷出去 翻一倍还是翻两倍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慢慢的来看这档股票 好不好 三冠王会不会很强很标 你不用拆 你电话拨通以后 我直接让你验证好不好 老师最大诚意1加6 老师最大诚意1加6 不要坐过了 重要资料 现在电话拨通 直接把它拿回家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accompanied by 你老婆 你累了嗎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輔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待盡保證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 良師益友 駐三線 零二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輪圓頭部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 投資最佳起機 贏家專線 零二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動作的感覺很年輕 沒有 既然這家像在做人 他整個判斥 也是要自己修理 那不是這樣 整個修理 我之前叫你先醒那個 忘記了 我可以講 可惡 我可以講